高考前我爱上了保姆的女儿柳如烟 我送她奢侈品包包 高级化妆品还用钱打发了她的竹马初恋 我放弃了上名牌大学的机会 高中毕业就娶了她 只在家附近上了一所野鸡大学 结婚后我们还生了三个孩子 可是我出差提前回来 却发现她和初恋滚在了床上 我冲上去暴打肩夫 被柳如烟用烟灰钢砸中后脑 临死前她凑近我的耳朵告诉我 一个野鸡大学的垃圾 还笑想我要不是看你有点钱 谁会理你啊 哦对了三个孩子都不是你亲生的 你父母的车祸并不是意外 你安心去吧 我含恨而终在睁眼 我回到了高三时教室走廊 我恍惚地看着年轻漂亮的柳如烟 狠狠地掐了一把自己 大腿处清晰的疼痛告诉我 我真的重生了重生在了高三这一年 前世我喜欢上家里保姆的女儿柳如烟 我一心一意地对她好 爱得卑微而笨拙 我不顾父母的反对 送她意大利的真皮手工包包 法国空运回来的化妆品 只要她对我一笑 我能高兴一整天 可是那个时候 她有男友是她的青梅竹马 我以为我永远只能是暗恋 直到有一天 她的竹马私下里找到我 希望我资助她出国 她会和柳如烟分手 我承认我心动了 我给了她一大笔钱 她果真如她所说 和柳如烟分了手 而我在几个月后 终于追求到了欣赏人 为了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我送她豪车新买的别墅 写她的名字 父母过世后 公司由我接手 又过了几年 我们结婚了 还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 在柳如烟的要求下 我去公正处公正 把公司股份转给孩子们 可是我没想到 我出差提前回家 却撞见她和初恋偷情 我热血上头冲上去扭打 却被柳如烟 用烟灰缸砸中后脑 我躺在冰冷的瓷砖上 不解地问她 我对你那么好 就差把心掏出来给你了 为什么这么对我柳如烟 却毫无愧色 当年你用钱拆散了我的爱情 这就是你的报应 另外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爸妈的车祸 根本就不是意外 是韩松的主意 还有三个孩子 都不是你亲生的 他用鼻翼的眼神看着我 韩松就是他的肩夫 也是他的竹马初恋 弥留之际 柳如烟叫来三个孩子 可是孩子们 根本就不关心我的伤势 直接当着我的面 叫韩松爸爸 原来他们在联手瞒着我 我气急攻心寒河而死 没想到老天 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这一次我绝不会重蹈覆辙 有钱了不起吗 你拿钱杂人的样子 让我恶心 我喜欢的是上镜的男生 你不是我的菜 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听着熟悉的声音 脑子里回荡着 临死前听到的那句话 你爸妈的车祸 根本就不是意外 是韩松做的三个孩子 都不是你亲生的 我强迫自己冷静 压制内心里 想把柳如烟撕碎的冲动 我眼珠转动 上下打量着她 年轻时候的柳如烟 确实很漂亮 我上辈子在的不冤 此时她手里正拿着一套 为拆封的化妆品 嘴上说着我让她恶心 却从来不拒绝我 又当又立好家伙好处 全都让她占了 等等我喊住了柳如烟 柳如烟停住脚步 语气充满了不耐烦 如果你的条件 是让我做你的女朋友 我告诉你别吃心妄想了 我一把夺回她手里的化妆品 柳如烟我觉得你说的对 我们还是学生 马上就要面临高考 不应该早恋 我恨不得立刻干掉她 怎么还会送她东西 柳如烟惊呆了 她愣愣地看着我手里的化妆品 你干嘛 我打断了她 你不是讨厌我用钱砸人吗 这套化妆品挺贵的 我思来想去 还是不应该送给你 毕竟你不是一个物质的女孩 柳如烟张了张嘴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我没给她这个机会 拎着化妆品转身就走 再待下去 我怕自己控制不住动手 放学时我妈打了电话 她的声音带着明显的讨好 你不是要给王阿姨涨工资吗 妈妈考虑了一下 觉得五万有些多了 她原本月薪只有七千 这次涨到月薪三万可以吗 一瞬间我眼眶酸到流泪 嗓子好像被堵住说不出话 很快电话那头换成我爸的声音 孩子非要坚持五万就五万吧 这就是父母能包容我的任性 无条件爱我的人 上辈子却因为我隐隐入室 导致他们惨死 害死他们的罪魁祸首这一事 我绝对不会放过 妈我想了一下 还是不要给他涨工资了 扰乱了市场行情不好 一辆劳斯莱斯正停在学校门口 我上车后对司机说到 回家司机呵呵一笑 少爷小姐还没有上车呢 我的舔狗行径 所有人都清楚 司机当然知道 我面无表情地说道 小姐 我爸妈可没给我生妹妹回家 司机愣了愣少爷说什么胡话呢 你和小姐那么般配 大家都很看好 还是等小姐出来 咱们再回家吧 我诧异地看向司机 这才想起来 前世我爸妈死后不久 司机和柳如烟妈妈结了婚 我一直以为 他们是后来才看对了眼 却没想到 他们现在就搞到一起了 否则的话 不会话里话外向着柳如烟 我神色冷了下来 拨通了我爸的电话 给我换个司机 司机下的面色惨白 立马发动车子准备走 车子发动时 柳如烟出来了 他不耐烦地敲车窗 赶紧开门 司机不忍地看了柳如烟一眼 还是没敢开车门 车辆缓缓启动 透过后视镜 我看到柳如烟追出来老远 最终没有追上 车子在后面 起得直跳脚 一路上司机都很沉默 到家后 柳如烟的妈妈王翠花 正在指使着 另一个保姆做饭 她自己则靠在餐桌旁边 磕瓜子 瓜子皮扔得到处都是 不知道的还以为 她是家里的女主人呢 我妈嫌弃地看着 王翠花邋遢的样子 却因为顾忌我的原因 只能坐在沙发上生闷气 我气得太阳穴 突突直跳 这一家人都好不要脸 上辈子的自己 还真是眼瞎啊 王翠花我家出钱 请你来是干活的 不是让你站在一旁 袖手旁观 让别人伺候你的 听我这么说 我妈的眼睛亮了亮 王翠花则一个机灵站了起来 一边用手打扫瓜子皮 一边试探地问 如烟呢 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 这是知道我舔她的女儿 用柳如烟来压制我 我摇了摇头 你别和我东扯西扯 我和她只是普通同学 王翠花脸色变了变 她已经答应我不再跟韩松来往 你多哄一哄她 没准而她一高兴 就答应了你的追求哄 这时还把我当成 以前那个舔狗 我冷冷一笑 追求 我作为百亿财富的继承人 什么样身份的女生 会突然急转弯 王翠花脸色大便 手中的果盘掉落在地上 似乎被我突如其来的 转变给吓到了 她怎么也不敢相信 之前我还一心一意地 爱着她的女儿 怎么突然之间 就开始冷落了 我没理王翠花 拎着化妆品递给我妈 妈给你买的 我妈摆了我一眼 送柳如烟的吧 我才不稀罕 不要拉倒 我做事要收回来 却被我妈抢了去 她开心地给闺蜜 打视频电话 看我儿子送给我的羡慕吧 是不是比你闺女要孝顺 我给了我妈一个大大的拥抱 她笑得更灿烂了 同样的化妆品送给柳如烟 我得不到一个好脸色 送给我妈 她却恨不得跟全世界炫耀 这样的家人 值得我付出生命去保护 王翠花变得小心翼翼 时不时地偷偷观察我 做好的饭菜 端上餐桌时 柳如烟回来了 这一顿饭 我只调自己喜欢的菜来吃 丝毫没有顾及到柳如烟 爱吃什么 柳如烟一脸不开心 王翠花则胆战心惊地看着我 在我妈惊讶的目光中 我快速吃完饭 我刚要回屋学习 我妈叫住我等等 我妈把我叫到一旁 试探地问我 你真的不喜欢柳如烟了 我摇头一笑 妈 我想通了我不该拒绝 其他主动追求我的千金小姐 反而费力不讨好的 去追求一个普通女孩 这对我自己对家族生意 都是不负责的想法 我妈认真地看了我一会儿 终于确定了 我说的是内心里的真实想法 我终于不做舔狗了 妈妈很开心 她释然地笑了 既然这样 那妈妈就把保姆开了吧 请两个保姆 让一个伺候另一个 实在是有些不像话 我点点头都听妈妈的安排 你才是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人光当 是饭碗打破的声音 王翠花正在一旁 只冷着耳朵偷听 听到自己要被开除 她面无血色地跪在地上 整个人抖个不停 夫人求求你高抬贵手 我以后一定认清自己的身份 属于我的工作 再也不会推给别人 千万不要开除我 我还要供女儿读书 不能没了这份工作 如烟过来给夫人跪下 不给少爷跪下 让她给你求求情 我好整以侠地看向柳如烟 很期待她接下来的反应 柳如烟显然被她妈妈的举动 给惊呆了 她不知所措地 看着自己母亲卑微的样子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她想要把她拉起来 但是王翠花死活不起身 柳如烟脸色难看 眼神有意无意地看着我 倔强地说道 你低声下气的样子 让我感觉到很失望 赶紧给我站起来 我们是穷 但是穷也要穷得有骨气 这是表演给我看的 我差点笑出来 王翠花看柳如烟还敢顶嘴 急得站起来给了她一巴掌 然后低头跟我道歉 少爷对不起我 这就把她带回屋里教训 然后她转向我妈夫人 求求你宽限些时日 等孩子考完试我们就搬走 我妈叹了口气没说话 看那样子是默许了 但是柳如烟舞着脸 满脸失望地看着我 你太让我失望了 除了借助家庭背景 和使用金钱手段 你一无所有 我是不会背 一些微不足道的好处打动了 说完她转身就要回楼上卧室 我好笑地看着她 不想要我家的好处 那你们现在就搬走啊 我反正没听过 别人家保姆上班 还带着已经成年的孩子 柳如烟的身形 一顿背影有一些僵硬 但是她没有回头 也没有和我顶嘴 而是不声不响地回到房间 我摇头失笑 这附近一公里 外就有老旧的居民小区 想要租一套房子 根本就花不了多少钱 可是她不肯走 执意要住在大别墅里 原来她口中所谓的骨气 也就是那么回事 第二天早餐时 柳如烟脸上带着通红的巴掌印 只顾闷头吃饭 根本就不和我的眼神接触 我也没搭理她 留着王翠花暂时不开除 是因为仅仅只是开除她 实在是太便宜他们了 不让他们下地狱 怎么对得起 我上辈子家破人亡的结局呢 王翠花的手脚可是不干净 找到把柄的话 完全可以把她送进去采缝刃机 吃好饭上学的时间到了 院子里就在我关上车门时 柳如烟快速跟了上来 她匆忙在车旁站定 高傲地抬起下巴和我说道 这次算你赢了 我做出让步 允许你和我一起坐后排 蹭车也这么理直气壮 还允许我和她坐在一起 仿佛对我是一种赐予 这人脸真大 我关上车窗朝着后视镜看了看 冷冷地跟司机说到 开车车子缓慢离开 我看到柳如烟眼里的倔强和茫然 柳如烟开始每天乘坐公交车上下学 每次打照面 她都对我冷着一张脸 好像我欠了她钱一样 保姆王翠花老实了不少 似乎是真的认清了自己的身份 她为了继续留在我家占便宜 开始劝说柳如烟对我好一点 但是好像并没有起到作用 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这天她更是直接把韩松带到了家里 爸妈都不在家 本来我打算出去玩 但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没有成行 于是我在二楼护栏旁目睹了这一切 柳如烟紧紧握住韩松的手 走到王翠花面前 妈你不要总是错和我和李哲了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非松哥不嫁 王翠花大怒打了柳如烟好几个耳光 放着豪门少爷不选 非要选这个废物 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 韩松挺身而出 护住了柳如烟 耿着脖子说道 阿姨 我和柳如烟是真心相爱的 请你不要拆散我们 但是王翠花根本不屑一顾 你一个穷小子 你有什么拿什么来爱我女儿 柳如烟见心上人 被质问盲不迭的帮腔 妈松哥是真心爱我的 下雨时他会和我撑一把雨伞 我饿了他还会亲手给我煮方便面吃 让我体会到被爱着的感觉方便面 王翠花气得直哆嗦 你长得这么大 我没有少过你一顿吃的 你竟然被他一碗方便面给勾走了你 然而无论王翠花如何打骂苦口婆心的劝说 柳如烟就是不听认准了他的青梅竹马 无奈之下 他只好另辟蹊径的劝说女儿 我从小看着你们长大的韩松 你们的学习成绩太差 考不上什么太好的学校 不如这样你们俩听阿姨的 我不管你们俩私下里怎么交往 如烟你先假装和李哲在一起 先结婚把李家的产业搞到手再说 这一瞬间我后背窜起一股凉气 上一辈子的惨剧如今从王翠花嘴里得到了验证 原来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 柳如烟明显不同意他妈妈的说法 妈我和松哥是真心相爱的 怎么可以嫁给别人呢 松哥也不会同意的你说呢松哥 然后他没有得到期待的回应 韩松沉默了一下 虽然很舍不得你 但是我觉得阿姨说的对 要不然如烟你就牺牲一下 敷衍一下李哲那的舔狗柳如烟愣了愣 韩松你把我当成什么人 韩松马上道歉 如烟对不起 虽然这样对我们的未来有好处 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 毕竟我也舍不得你和别人在一起 柳如烟犹豫了一下 还是很为难的说道 不行 我是不会同意的他没有立刻答应 但是我知道 他最终还是参与了进来 我只觉得心寒 这几个人三言两语 就决定了我们全家的命运 不把他们全都送进地狱 我就白重生了这一回 我屏住了呼吸 避免惊动他们 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 我听到了他们的命谋 等到他们商量完毕后 我咳嗽了一声 缓步走下了楼梯 刹那间 楼下落针可闻 三个人紧张地看着我 似乎要从我的脸上辨认 我是否偷听到刚才的谈话 可我只是板着脸走过去 面对韩松装出一副吃醋的样子 你来我家做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 我按下警报器 附近的保镖快速地冲进屋 少爷 怎么了 我指了指韩松 这个人擅闯民宅 把他扔出去 以后不要放他进来 韩松不服气要反抗 被保镖打了两个耳光 然后很狼狈地被拖走了 被拖走之前 他还在跟我叫嚣 你这个纹裤废物 有本事你跟我单挑啊 靠家里的保镖对付我 算什么本事 柳如烟想要阻拦保镖 却被王翠花拉住动弹步的 虽然面子上不好看 但是能看得出 几个人明显松了一口气 我冷哼一声回到楼上 似乎只是宣泄了一番吃醋的情绪 柳如烟对我的态度 依然没有改变 一切似乎恢复了平静 高考在即 我投入了紧张的复习中 我就读的学校 是一家私立高中 老实说 学校来的明师辅导 对成绩提高有很大帮助 但是补课费不便宜 一个人一星期要一万块 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学习委员过来收钱时 却让我交三万块 我愣了一下 不是每个人一万吗 徐伟点头 没错 但是隔壁班的柳如烟说了 他和韩松的补课费 也要你来付我 我差点气笑了 我只教我自己的这份 他们又不是我生的 凭什么找我 学伟收了钱 点点头走了 下课后 柳如烟气冲冲地找到我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韩松就跟在他身边 李哲 为什么不替松哥交补课费 松哥将来可是要考名校的人 耽误了他的前程 你赔得起吗 我笑呵呵地回他 这是把我当成亲爹了 可别忘了我比他还小几个月 可生不出这么大的儿子 柳如烟罕见的语气软了下来 马上就要高考了 这次补课至关重要 只要你替他交费 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接受你送的礼物 他的意思我听懂了 想要我送他奢侈品 却不愿意服软 反而拿出一副 原谅我的高高在上的态度 把祈求变成恩赐 这个女人有点东西 我头也没抬 想要我替他交补课费 没问题 只要他在操场 当着全体师生的面 下跪管我叫爹 我就认下这个儿子 你放心 只要确认了父子关系 他的补课费我全包了 毕竟作为父亲 我还是比较重视子女的教育的 韩松被我羞辱 气得张红了脸 他气愤地拉着柳如烟的胳膊 算了吧 如烟 他们这些有钱人 对我们普通人 就是有偏见柳如烟脸色难看 但是没有当场翻脸 我给你考虑的时间 只要你替他把补课费交了 我的承诺依然有效 如烟别说了 我们走 韩松拖着柳如烟走了 临走时 他还回头愤恨地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你嫉妒我 但是如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喜欢谁是他的自由 有本事就替我交补课费 正面跟我竞争 我们比一比谁更优秀啊 不让我补课 给我的学业设置阻碍 这就没意思了 不是 谁不让你补课了 我只是不愿意给他花钱 就被说成了给他的学业设置阻碍 这逻辑震惊我一百年 同学们纷纷同情地看着我 这是舔狗当太久了 被舔的人认为理所当然 像亲爹一样付出 却被人当三孙子一样对待 可怜啊 不是很能理解 但是尊重他们说的对 我懊恼地敲了敲脑袋 埋头做功课 一晃又到了放学回家的时间 我上车落座后 对新患的司机吩咐道 开车不成响 柳如烟和韩松拦住了车子 松哥的爸爸干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把他给辞退了 马上就要高考了 你知道这对松哥的打击有多大吗 你去跟你爸说 把松哥的爸爸请回来 并且给他涨工资 我就原谅你 我觉得很纳闷 我根本就不认识韩松的爸爸 什么时候开除了他 柳如烟给我一通解释 我这才明白了前因后果 原来之前的司机老韩 竟然是韩松的父亲 怪不得赤里爬外那么明显呢 我挑眉问道 我家花钱请他来开车 他却不听话 换到他怎么了 韩松无言以对 脸色变得更黑了 柳如烟看不过去 我们两家从小就是邻居 对韩家知根知底 韩叔叔毕竟是我们的长辈 请回来没坏处 你赶紧求求你爸 让他改变主意 原来他们两家的关系这么好 以前我均一无所知 这一瞬间 我想到了许多 前世父母车祸 司机是韩松的父亲 车子平时由他负责保养 要说这些事情之间没有联系 我是不信的 看来 要暂时顺着柳如烟的意思了 必须要把老韩先聘回来 新店店转间 我随口达到 既然你做了担保 我会跟我爸说 把他请回来的这样的危险人物 不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着 我实在不放心 有些事情必须抓紧布置了 回家后 我跟爸妈商量了许久 关于安全的问题 我妈顺嘴说道 家里的首饰总是莫名其妙的找不到 会不会是王翠花偷偷拿走卖掉了 算了 反正也没多少钱 不费那个心思了 原来 他也早有发觉 我把昨天柳如烟母女的命谋 告诉了父母 顺便说了韩松跟司机老韩的关系 我们一定要万分小心 尤其是车子的安全 必须重点关注 我还担心 父母会不相信我的话 没想到 两口子征战商场数十年 嗅觉异常灵敏 瞬间就严肃了起来 把你的分析仔细跟我们说说 我一通解释后 父母被气笑了 老韩每次保养车子 回来都用假票去报销 每次都私吞两万多块钱 我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想到 他们既然在咱们眼皮子底下 要磨取百姨财富 这是把咱们当成傻子耍啊 我还想要给他们出主意 我爸挥手打断了我 现在给你上第一课 作为未来的集团掌舵人 不必亲力亲为 专业的事情 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员处理 毕竟 我们就算思考在周到 也比不上专门吃这晚饭的 不入虎穴 咽得胡子 现在咱们要做的 就是隐隐入室 我先把老韩聘回来 暂时放到其他岗位 等做好准备再调他回来 等他犯错时一击必杀 果然 姜还是老的辣 第二天 我爸找来专业的安保团队 支开了不相干的人 在所有的房间 都安装了隐蔽的摄像头 甚至家里的几辆车 也没有落下 没想到 很快就有了收获 这天下午 爸妈都不在家 手机监控账号有动态提示 我连忙登陆查看 高清视野下 王翠花鬼鬼祟祟的 潜入我妈房间 打开了专门放首饰的柜子 她拿了好几件首饰 小心翼翼的 揣进自己的口袋 临走前 又拿了我妈一瓶眼霜 我长出了一口气 这一番折腾 总算没有白费功夫 终于让我给逮到了 我截取了视频片段 发给了我妈 晚上回去清点一下 看看丢的首饰 值多少钱 我妈发来一串电子票据 不用清点 大概二十几万吧 数额倒是不少 可是王翠花还没有销赃 而且有能力偿还 很难让她牢底坐穿 我想了想 给我妈回复道 还是先不要打草惊蛇没几天 柳如烟和韩松 就报名参加了民事辅导 柳如烟得意洋洋的跟我挑衅 看见没 没有你的钱 我和松哥也一样可以补课 我摇头不语 很明显 他们花的钱 都是我妈的首饰变卖得来的 出来混 早晚都要还的 不知道将来到了法庭上 她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韩松依然对我怒目而视 我表示理解 她父亲之前给我爸开劳斯莱斯 工作清闲而且工资高 被开除后 虽然被我爸聘了回来 却被暂时编到了物流组 洗澡贪黑的开大火车 不光工资低了许多 工作还特别辛苦 如果韩松不跳出来蹦打 或许我会暂时放过她 但是既然她总在我面前晃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柳如烟根本不清楚 她的竹马可不是个好东西 不光脚踩几只船 还沾染上了赌博 日常开销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否则的话 她不会付不起补课费 通过一些富二代朋友 我找到几个开赌局 放高利贷的人 韩松算是他们的熟客了 我隐晦地向他们透露 韩松最近搞到了一大笔钱 他们纷纷表示 绝对会榨干韩松最后一滴血 我反问 如果他欠了赌债还不起 会怎么样 对方毫不在意地笑了 不会怎么样 我们只会送他出国旅游 东南亚单程票 你懂得接下来的几天 韩松开始频繁逃课 甚至花了大价钱 报了名的补课班 也不上了 韩松带了上劳力士大金表 柳如烟买了个驴包 原本平平无奇的少年男女 忽然变得意气风发 成了人生赢家 引来不少同学羡慕 韩哥最近混得不错啊 怎么发财的 柳如烟笑的眼睛弯起 说什么发不发财的 我们家韩松可不像有的人 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 作为普通人 我们只能靠自己的智慧和努力 干一些副业补贴学业而已 同学们追问 什么副业啊 要不要带我们玩啊 两个人笑而不语 顾左右而言他 我站在角落 韩孝看着他们身上的土豪装 这世上的奇迹毕竟是少数 哪有什么天才少年创业啊 韩松只是赌博赢了钱而已 这些钱 只不过是社局的人给他的甜头 就像渔夫要捕鱼 总是要撒一些诱饵 只是有些鱼儿太傻 吞下诱饵后沾沾自喜 却忽略了锋利的钩子 等到他发觉危险 想要挣脱时 已经来不及了 果不其然 没几天功夫 两个人身上的值钱东西都不见了 不声不响地换成了赝品 不过 他们依旧艰难地维持着体面 偶尔在食堂相遇 会见到他们两个人吃一份菜 那个分量只够一个女生吃的 一旦有人问起 他们就会找借口 我们在减肥呢 他们看到我 会做出一副高傲的样子 我们不屑于和资本家维武 却在私下里偷偷看我的豪华餐和吞口水 生活够拮据的 看来王翠花偷我妈手势卖的钱 已经被他们给输光了 涉赌局的人 已经开始收网了 周围的同学们也发现了一样 咦 柳如烟你的驴包图案 怎么变得歪了一些 还是之前纳指吗 柳如烟心虚的捂住包包 你看错了吧 韩哥 你的大金表怎么褪色了 韩松把表摘下揣进口袋 可能是光线的原因吧 随着高考日期的逼近 复习在紧张的进行中 我心无旁骛 一头扎在体骸里 大家也都在忙着背口 没什么人关注韩松和柳如烟了 再次得知韩松的消息 是他因为欠债不还 被人打进了医院 柳如烟哭着找到我 求求你舅舅松哥 你家里那么有钱 只要拿出一些来给他还债 他就不用挨打了 我还是没忍住诱惑 去医院探望韩松 因为仇人倒霉的样子 真的很治愈 空气中消毒水的味道 都那么的亲人心脾 我买了两个苹果 挑了一个大的 给自己消好吃掉 一边吃一边欣赏韩松 打了石膏的腿 吃完苹果 我说了一些没营养的话 转身离开 身后传来柳如烟关切的声音 松哥 你受伤了需要补充营养 这个苹果给你吃吧 韩松却发了脾气 给我拿走 人活着 最终的是尊严 今天我韩松哪怕是饿死 也不要吃你家的东西 我忍不住冷笑 这两个人碍眼的性子 还真是如出一辙 都穷得两个人吃一个苹果了 嘴里还喊着不时借来之时 要不是知道他们暗地里 谋算我的家产 我还真就信了 韩松住院需要钱 柳如烟只能问他妈妈要 累到住院 你要是不掏这个钱 我就不认你这个妈妈 王翠花当然不信 打什么工能把人累到骨折 我告诉你 韩松就不是个好东西 赶紧把他甩了跟李哲在一起 否则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柳如烟确说到做到 好 这可是你说的 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 彻底跟韩松混到了一起 两个人没钱交医药费 只能一瘸一拐地搀扶着出了院 为了吃饱饭 他们不得不去路边的烧烤店打工 我接受了家里联姻的安排 这天 我带着爸妈介绍的对象 在街边撸串 他叫林思瑜 比我大了几岁 是个非常优秀的女人 大学还没有毕业 就已经着手准备 继承家族企业 柳如烟端着考串走过来时 我有点不敢相信 短短几天的时间 他就完全变了一副样子 原本清爽得体的打扮不见了 一身油污不说 脸上和脖梗还有瘀青的痕迹 难道是韩松打的 看来他放弃一切得来的爱情 也不怎么样吗 我弯了弯嘴角 看见他们过得不好 我就放心了 柳如烟认出了我 还看到我身边的林思瑜 对时 他脸色变得很难看 他充满敌意地看了林思瑜一眼 撂下一句冷冰冰的话 李少琴慢用 林思瑜若有所思地看了柳如烟一眼 这就是你那个前任吧 我赶紧撇清关系 算不上前任 我连他的手都没碰过 林思瑜扑斥一笑 没想到你还挺纯情 哈哈 别担心 我没那么小气 我们只是情侣间正常互动 柳如烟却非要上来插一嘴 他撩动了一下头发 努力地摆出自己最好看的姿势 李哲 就算我不接受你 你也不能自甘堕落啊 找一个不相干的女人过来气我 你真的很幼稚 说完 他转身就走 我和林思瑜面面相去 对他这番操作弄得有些无语 让我没想到的是 让人更无语的事情还在后面 韩松也在这家店打工 他攥着柳如烟的手 把他拖了过来 他一蹶一拐的 模样很是狼狈 和之前高傲的样子 派入两人 韩松来到我桌前站定 点头哈腰地说道 李哨 之前是我不懂事 在这里给你赔个不是 柳如烟 还不赶紧过来跟李哨道歉 看那模样 和一个狗腿子没什么区别 柳如烟愣愣在原地 耿着脖子倔强地说道 我又没做错什么 为什么要道歉 韩松大怒 一个巴掌把柳如烟打倒在地 在李哨面前 注意你自己的身份 还不爬过来跟李哨解释清楚 你心里是有他的柳如烟被打倒后 挣扎着爬了起来 帝梅顺眼地站在韩松身旁 一副完全顺从的样子 他跟在韩松身旁 已经完全失去了尊严 韩松得意地说道 李哨 等你把他领回去 就这样教训 他会乖乖听话地 我见到这俩人不正常的相处模式 顿时起了一片鸡皮疙瘩 抱歉 我有女朋友了 我看你俩就挺合适的 韩松还不死心 你不需要给他什么名分的 多一个女朋友玩一玩 体验也不错 价格也不贵 只需要五百万柳如烟听韩松 要把他送给我 并没有出声反对 在听到五百万的时候 他眼睛亮了亮 不眨眼地看着我 眼神中带着一丝西迹 看样子 很希望我花钱把他买下来 这俩人够恶心的 我神色冷了下来 滚开 少来恶心 我对你们之间的朋友没兴趣 再不走我要投诉了 因为害怕丢掉工作 俩人没有再继续纠 我和林思雨安静地吃完饭 又去看了一场电影 才各自回家 我本以为高考前都会很平静 没想到 柳如烟被韩松给打跑了 他满身伤痕 哭哭啼啼地出现在王翠花面前 妈 我好想你王翠花大怒 敢把我闺女打成这样 我马上给老韩打电话 让他好好教训这小子一顿 柳如烟连忙阻止 不行啊 千万不要告诉韩叔叔 松哥会挨打的王翠花叹气 他都把你打成这样了 你还护着他 柳如烟两只手搅在一起 松哥说了 他赚到钱后会给我买钻件 买房买车 他真的对我很好 只是他最近心情不好 压力有点大 才对我动手的 妈 给我们一点钱 有了钱 松哥就不会打我了 王翠花哭口婆心的劝说柳如烟 无论再怎么说 打女人的男人不能要 但是柳如烟根本不为所动 松哥打我是因为爱我 他怎么不打别人呢 我看你就是年纪大了没人爱 所以才见不得我们好 想拆散我们 此话一出 王翠花差点被欺吐血 那个臭小子已经骗了你不少钱了 我真后悔把银行卡密码告诉你 想要钱可以 你必须得对理智好一点 为了能够从王翠花手里要到钱 柳如烟每天对我笑脸相迎 在他妈妈面前 做出一副和我很亲密的样子 王翠花很满意 终于同意继续给女儿经济支援 但是我知道 因为催战人员逼得太紧 那些钱都被韩松拿去还赌债了 但是王翠花还不清楚 认为女儿和我感情状况良好 连跟我说话的时候 腰杆都值了几分 隐隐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子 这种高傲 在她得知柳如烟怀孕的消息后 达到了巅峰 利用着先知的优势 我劝说爸妈不拘海外生意 父母对我很信任 他们出差去国外谈合同 妈妈打来电话 他们可能要待一段时间才能够回来 我爸更是把公司的权限暂时交给我 我自然没有推辞 希望等他们回来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这天周末 王翠花给柳如烟洗衣服的时候 从口袋里发现一张B抄检查单子 上面的检查日期已经模糊了 但是怀孕两个字清清楚楚 上面还有柳如烟的名字 这段时间 柳如烟和我表面上关系和谐 让他有了重奖的错觉 他心心念念的想让女儿嫁入豪门 还要比得知女儿怀孕 更让人高兴的事情吗 为了保险 他特意找到柳如烟质问 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李哲的 我警告你 如果是韩松那小子的 我劝你立刻打掉柳如烟爱韩松入骨 自然希望给他生下孩子 他可怜巴巴的找到我 求求你 你就承认孩子是你的 否则的话 我妈一定会让我打掉的 我不能没有这个孩子 我不屑一笑 我不会承认 但是也不会主动解释 至于你妈心里怎么认为 我就管不着了 我是希望她生下韩松的孩子的 毕竟有了孩子的拖累 她未来的生活只会更悲惨 至于孩子是否无辜 根本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难道 上辈子我活该被杀死 就不无辜吗 我父母被算计 车祸惨死就不无辜吗 放下助人情节 嘲笑敌人命运 这才是我现在该做的事 自从柳如烟怀孕后 王翠花似乎是翻身当主人了 她会喊我小李 俨然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我的长辈 准备饭菜时 她还会大摇大摆地指使 另一个保姆张阿姨 如烟感觉有些态动 几碗炖个鸡鱼汤 给她安排把美到这个时候 柳如烟就会胆战心惊地看着我 做出一副祈求的模样 我也会弯起嘴角 假装自己什么都没听到 上天要使人灭亡 必先使人疯狂 随着韩松被崔战人员追得越来越紧 王翠花很快就变得疯狂 她的钱包很快就变了 但是她自以为成了我李氏集团的亲家 根本就没有当回事 没钱不要紧 托我妈的手势去卖 不就有钱了 我在监控视频里 不止一次看到王翠花鬼鬼祟祟 偷偷打开了我妈的手势柜子 我把视频证据一一保存 默默计算着她的盗窃数额 50万 80万 我调查了她的亲戚人脉 估算着她的还款能力 偶尔会拿出一本刑法 计算着她未来在监狱里的贡献的劳动产值 不得不说 她越来越行了 因为王翠花提供了金钱的支援 最近韩松对柳如烟还不错 肉眼可见的 她的身体变得圆润 肚子也一天天大了起来 她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仿佛一个纯情少女 沉浸在爱情编制的美梦中 不能自拔 柳如烟根本就想不到 为了支撑她这份幸福 她的母亲在暗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仅如此 司机老韩也被调了回来 重新担任我的司机 她每次借口维修车子之举的费用 累积在一起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法庭上钉死她 至于柳如烟 她已经被同学们的羡慕所包围 哇 爱马仕啊 这个需要配合才能拿到 花了不少钱吧 之前的那个驴包卖掉了吗 真羡慕你 名牌包包一个接着一个 柳如烟会很惊实的笑 松哥最近创业很顺利 所以给我买了一个包包 她还真会给韩松脸上贴近 明明是赌博 却被她说成是创业 这个包包 明明是她拿王翠花的钱 私下里自己偷偷买的 为此 她还挨了韩松一顿毒打 我默默掏出手机 通过富二代的朋友 给涉赌局的人 透露了一个消息 最近韩松又发了一笔大财 这种捞片门的人 嗅觉都非常灵敏 他们的动作也很快 具体的表现就是 那块爱马仕的包包 柳如烟仅仅只是背了一个星期 就卖掉了 我在忙着背口 没有花太多时间关注他们 再次见到韩松时 她正在被催债的 逼得走投无路 我搞了一个短视频策划公司 李绍 你要不要投资一些钱 她整个人显得很疲惫 眼眶上被人打得乌青 还没有消退 这是被逼的没办法了 所以才找上了我 可是我知道她的根底 自然不会上当 还是算了 我守着县城的家业就好 对创业不感兴趣 韩松失望地走了 压力再一次给倒流如烟 她开始问她妈妈要钱 妈 松哥创业需要钱 为了女儿的幸福 你就帮帮她吧 这段时间 王翠花每天都很焦躁 我对韩松那小子太了解了 他肯定拿钱去赌了 既然你怀了李家的孩子 就应该彻底和韩松断掉 我跟你说 他这样赌下去 没什么好下场的 说不定哪天就家破人亡 韩松还不起高利贷 催债人员不带上门破油漆 还没日没夜地 给韩松父亲打电话 并且找上了老韩的所有亲戚 上了手段 包括但不限于 去韩家亲戚们的家庭住址 和工作单位骚扰 老韩可以把高利贷的电话拉黑 但是韩家的那些亲戚 可都是遭受了无望之灾 总不能拉黑吧 老韩只能默默承受着 儿子欠下巨额赌债 还要被所有亲戚们轮番轰炸 就算没有妈妈羞辱 无止境的精神折磨肯定是有的 所以老韩只能借酒交仇 每天过得浑浑噩噩噩 所以 为了翻身 老韩动了歪心思 这天 老爸在家庭群里 发了一段监控视频 视频拍摄时间是凌晨时分 高清带录音 王翠花偷偷往我卧室门口看了一眼 打开了别墅大门 门外走进来一个颓废的中年男子 正是司机老韩 二人没有在一楼客厅停留 快速地上了二楼 直奔柳如烟母女的房间 画面跳转 老韩提出一个让我后背发凉的建议 李总夫妇很快就要回来 明天 我借口去修车 然后在刹车上做手脚 到时候制造一场意外 到时候如烟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李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 王翠花还不清楚 女儿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但是老韩清楚 所以 她愿意冒险博一个富贵 王翠花不用自己去冒险 自然同意老韩的决定 不过她没有明说 而是模棱两可地说道 你们男人决定的事情 犯不着告诉我们 老韩又问柳如烟 如烟 你是什么意见 毕竟这件事 需要你的配合 柳如烟像是非常不忍心的样子 还抹了一把眼泪 然后毫不犹豫地开口 这件事 韩叔叔自己决定就好了 不需要问我 他很小心 也把自己给摘了出去 但是言语间 又明白无误地让老韩知道 他是支持的 这个我上辈子最爱的女人 开口决定了我的命运 我默默地关掉视频 这一刻 我再也没有了心软的理由 第二天 韩松父亲正在给 劳斯莱斯的刹车做手脚 被警察逮捕了 他一个字都不肯说 但是车子里的针孔摄像头 记录了一切 想要脱罪很难 一个谋杀未遂是跑不了的 更何况 我爸保留了他这段时间 假借修车之名 榨取钱财的证据 他想要减刑都不可能做到 因为 情节实在是太恶劣了 父母从国外回来了 带来了好消息 海外的合作方 打通了跨国贸易的渠道 柳如烟母女却丝毫没受影响 我虽然有他们半夜商谈的视频 但是主谋只有老韩 动刹车的主意 不是柳如烟母女提出的 就算一起起诉 也判不了多久 我决定暂时压下 先放任他们继续作死 父母都没空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而是忙着打理公司的新增业务 高考已经结束 我频繁和林思域约会 我在家待着的时间越来越少 王翠花很不满意 小李啊 孕妇的心思很敏锐 眼看如烟的肚子越来越大 你能不能多抽出一段时间陪她 另外 我从网上给她订购了一些进口补品 链接我刚才发给你了 记得把钱付了 这是真把自己当成我丈母娘了 只是不清楚 当她知道自己女儿 怀的是韩松的孩子时 会是什么表情 想想就很期待 我假装没听到她的话 接了个电话就离开了 调查公司传来消息 高利贷催款越来越急 韩松就要承受不住了 柳如烟每天都问王翠花要钱 她被烦得不行 只能顺着女儿 这天 我终于在监控里看到我希望的一幕 可能是女儿怀孕给了王翠花底气 她终于对我妈的钻石项链下了手 那条项链 是我爸在国外的拍卖会上买下来 送给我妈做结婚纪念日礼物的 价值1300万 最主要的还不是她的价格 而是她蕴含的意义 一直以来 我妈都对她宝贝得很 不是出席特别重要的场合 根本就舍不得带 我保存好视频证据 给安保人员打电话 可以收网了 一队专业人员严密监视着 王翠花却一无所知 她借口出去买菜 实则是找地方销赃 很快 她就走进一家规模不小的典当行 等她从典当行出来时 她的银行卡收到120万的存入款项 可是她还没来得及开心 就被刚好赶到的警察 逮了个正着 人赃并火 在警局做笔录时 王翠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 我闺女都怀了她的孩子 她却一天天的不着家 整天出去跟别的女人鬼混 怀孕的女人开销大 我也是迫不得已 才拿亲家的项链去卖钱的警察猛了 李先生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确实是家务事 我们这边一般都是以调解为主的 我坚持不接受调解 盗窃就是盗窃 她手脚不干净 偷东西也不止这一次了 我这里都有证据 我把监控视频给警察看了 警察震惊了 不为别的 王翠花偷东西的次数太多了 就算是真的丈母娘 也不能这么干了 何况我和她女儿还没有结婚呢 王翠花似乎有恃无恐 我要给我女儿打个电话 让她来接我 我还就不信了 堂堂李氏集团的继承人 会把自己的丈母娘关进监狱 我反驳道 我再告诉你一遍 我和柳如烟没有任何关系 王翠花冷笑 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 她肚子里怀着你的孩子 总做不了假吧 到时候生下来 亲子鉴定足以说明一切 我两手一摊 那你让柳如烟来一趟吧 我倒要看看她怎么说 王翠花打了电话 还不忘跟警察寻求保护 李哲一情别恋 我怕她对我女儿肚子里的孩子不利 你们要保护好她 她的孩子 可是有李氏集团继承权的 我比你还希望她生下孩子 至于继承李氏集团 就别想了 继承韩松的赌债还差不多 我正等的无聊时 柳如烟来了 王翠花气定神闲地说道 柳如烟 你赶紧告诉警察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柳如烟心虚地看了我一眼 我肚子里的孩子 当然是李哲的我里了里嘴角 暂时没拆穿她 只是给集团法务部打来的电话 起诉材料准备好了吗 放心吧少爷 团队24小时待命 肯定让盗窃者老底坐穿 我满意地挂断了电话 眼含深意地说道 柳如烟 你可要好好地养胎 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 可是你妈妈的希望 千万不能出事啊 柳如烟不敢看我 唯唯诺诺地低下头 见我不留情面 王翠花不敢置信 我可是你的丈母娘 就为了这点微不足道的钱财 你就让我蹲监狱 不怕别人笑话吗 我被逗笑了 都到了现在 她还在做着豪门丈母娘的美梦 我离开警局时 她终于慌了 小李啊 阿姨知道你只是一时糊涂 等你想清楚了 一定会原谅我的 对不对 阿姨等着你撤诉 如烟 快去送送你老公 你们俩一定要好好的 我摇了摇头 神清气爽地坐上车子 撤诉她是等不到了 等待她的 将是漫长的牢狱之灾 柳如烟很快追了出来 赶紧撤诉吧 作为补偿 我可以真正做你的女人 我摇了摇头 不可能柳如烟咬了咬牙 你是在意我怀了韩松的孩子吗 我可以和你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和她联系 我好笑地看了看她 没有开口说话 柳如烟见我不为所动 连忙跟我表忠心 这样吧 韩松想要出国留学 你给她一笔钱送她出国 然后我就和你结婚 你放心 等孩子生下来 只要你对她好 她肯定拿你当亲爸 我想起了前世临死前 三个孩子叫韩松爸爸的样子 一股恶寒从心头生起 我莫名地感到恶心 别说了 我是不可能撤诉的柳如烟 还在喋喋不休 仿佛我才是那个不讲道理的人 生恩不如养恩 血缘关系有那么重要吗 你不会是满脑子古板的封建思想 连这个都接受不了吧 我一定要接受吗 我诧异地看着柳如烟 怎么也想不通 她的大脑是什么构造 替别人养孩子 我接受了才不正常 我叹了口气 抱歉 我对给别人养孩子没兴趣 我有女朋友 将来我会和她生几个 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 我实话实说 没想到柳如烟却翻脸了 说来说去 你就是太过在意血缘关系 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 我是不会打掉这个孩子的 她还没有亲眼看一看这个世界 这样对她太残忍了 你赶紧去警局撤诉吧 我的承诺在短期内依然有效 如果时间拖得太长的话 我是不会再给你机会的 她气冲冲地转身进了警局 那副高傲的做派 根本不像在恳求我放过她母亲 反而像是我有什么把柄 捏在她手里一样 习惯了被偏爱的人 总是把别人的付出 当成理所当然 可惜 我不会再惯着她 开车回家 好的 少爷到家后 我叫人把柳如烟母女俩的行李打包 只等柳如烟回来 就通知她搬走 可惜我这么久 现在终于收了网 是时候进化一下家里的环境了 直到第二天上午 柳如烟终于回来了 她看到自己行李被打包好的时候 整个人显得不敢置信 李哲 你竟然真的让我搬走 我不就是怀了别人的孩子吗 你为什么如此小气 就不能大度一点吗 我无所谓的说道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所以请你立刻搬走好吗 我让人叫了一辆小货车 把行李装上车 然后把柳如烟塞进乘客舱 柳如烟气愤的看了我一眼 你这种斤斤计较的小气男人 是注定不会有真爱的 我忍不住笑了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 慢走不送啊 记得自己付车费 丁烧的人回来告诉我 柳如烟搬到了韩松的家里 很好 这我就放心了 因为韩松家门口 有催债的人在蹲点 每天半夜时 总是会有人敲门骚扰 或者扔石头砸玻璃 柳如烟以后想要睡个好觉 恐怕很难了 果然 仅仅是第二天 他就受不了了 柳如烟在社交媒体平台 发了一条视频 视频拍摄时间是凌晨两点 防盗门传来猛烈的敲击声 门打开 外面是一个醉汉 不好意思 我喝醉了 走错单元门了 烦死了 下次敲门前认真看 大半夜的吵到人睡觉 对不起对不起 下次我一定注意柳如烟关好门 准备睡觉 不一会儿 他又听到了敲门声 防盗门打开 还是刚才那个醉汉 醉汉半闭着眼睛 咦 你不是刚才三单元那个住户吗 怎么跑到我家里来了 柳如烟咬牙切齿的说道 你又走错单元门了 砰 防盗门被用力关上 可是 他依然逃不过被骚扰的命运 当防盗门第三次被敲响时 柳如烟终于认清了现实 人家就是故意来骚扰的 如果不开门的话 对方就会一直敲 打开门刚要发火 他立马就开口道歉 且态度非常友好 就这种骚扰行为 到了警局顶多训斥一顿 就会放出来 根本就不疼不痒 柳如烟囚告无门 只能在网上发牢骚 然而 他的求助在互联网上 根本就翻不起一丁点乱话 没办法 他只能顶着黑眼圈来找我 求求你帮帮我 让我在你家睡一晚吧 那些催债的家伙 简直不是人了 24小时不间断骚扰 我打断了他 你可以让韩松搬家 只要换一个地方居住 他们就找不到了 柳如烟求助无果 只能摇摇晃晃的走了 可能我出的主意起了作用 没几天 韩松就低价把房子卖掉了 他们打算的挺好 想要换一个城市生活 然而 我凭借着充足的证据 早就启动了赃款追回的法律程序 韩松的卖房钱一到账 他的银行账户就被冻结了 暗中盯着韩松怕他逃跑的 可不止我一个人 他还欠着高利贷呢 对方不可能放过他们 也不知道催债人员怎么操作的 两个人好像人间蒸发一样 就此消失了 生活暂时恢复了平静 我的高考分数出来了 650多分 和父母商量后 我报考了本地的一所名牌大学 开学报到那天 林思瑜站在校门口迎接我 学弟 以后请多多关照 看着他灿烂的笑脸 我的心情也变得阳光了许多 大学的日子平淡而充实 再次见到柳如烟时 已经是冬天了 他约我在咖啡厅见面 身上穿着单薄的羽绒服 怀抱着一个瘦小的婴儿 我喝了一口咖啡 感慨不已 柳如烟整个人已经受得脱象 脸上有好几处明显的圆形伤疤 像是用香烟烫的 看得出来 他这段时间过得很不好 他开口的第一句话 就让我震惊了 对不起 我不该杀了你 我沉默了半上才开口 你是什么时候想起来的 我跟韩松被高利贷的人抓走 他为了尽快还钱 逼着我去接客 完全不顾我肚子里 还怀着他的骨肉 我被关在一个屋子里 第一次不从 被人用力推扫 脑袋撞到了墙上 等我醒过来 脑子里就多了上一世的记忆理者 我真的后悔了 前世你对我那么好 我不应该背叛你 我吃笑一声 没有回应他的道歉 只是问了一句 韩松呢 柳如烟点开手机 播放一段视频给我看 视频拍摄地点是东南亚某国 他被当成了猪仔 因为没有要到赎金 看护他的人大怒 韩松的死状十分凄惨 柳如烟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现在韩松已经死了 你愿意接受我跟孩子吗 我冷笑道 既然你已经想起来前世的事情 就应该知道 你对我所做的事情 根本不是一句对不起 能够抵消的柳如烟低下头 眼里的光暗淡了下去 尽管你不会接受 我还是要和你说一声 对不起 我没有兴趣再听他的道歉 问他要了韩松惨死的视频 转身离开了咖啡厅 韩松已死 王翠花道歉案的判决结果也出来了 从看守所转到了监狱 柳如烟已经被毁容 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 还要带着一个孩子 下场可想而知 上一世 他只顾着从我身上捞钱 从不关注财经信息之类的消息 所以 尽管他也有几年重生的记忆 也翻不起什么浪化 我约了林思雨一起看电影 是一部爱情片 中途 他抓了一把爆米花问我 我感觉你好像变了 以前你从来不会笑得这么开心 是啊 我变了 心中的郁节散去 我整个人仿佛焕发了心声 我宠溺的摸了摸他的头 因为最近发生了一些开心的事 从上一世的阴影中走出 我才意识到 精神沉浸在仇恨中 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 大仇得报 我要学会放下 大二下学期 我在校外租了房子 搬出去和林思雨同居了 他已经毕业了 每天在自家公司上班 忙得脚步沾地 这天 我准备好晚餐 等待林思雨下班时 突然刷到一条新闻 因为王翠花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柳如烟抱着孩子去监狱探望他 跟他坦白了 孩子的父亲是韩松 王翠花突然发了疯 抓起小外孙摔在地上 因而当场毕命 他口中大喊大叫 都怪你 怀了韩松的野种 如果你怀的是李哲的孩子 我也不会蹲监狱 这个野种该死 柳如烟的孩子没了 失去了精神支柱 整个人变得疯疯癫癫 而王翠花因为服刑期间杀人 有期徒刑改判为无期 这辈子是不可能出来了 我没有忘记司机老韩 特意去监狱里探望他 我把韩松惨死的视频放给他看 老韩沉默了好久 他已经被我养废了 有这个结局 我并不意外 我看着他镇定的样子 若有所思地问他 你不要乱讲啊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孙子 都到了现在 他还在试图遮掩 他不会以为 我会把他寒假的血脉 当成亲儿子养吧 我咧嘴一笑 不就是柳如烟怀了韩松的孩子 我早就知道了 他生下来一个男孩 不过现在没了 我笑嘻嘻地打开王翠花 怒摔外孙的新闻 韩叔叔 你看 这就是你可怜的孙子 自打生下来就颠沛流离 没有过一天安稳的日子 刚刚几个月大 就被狠心的亲外婆给摔死了 哇 好可怜老韩眼神变得呆滞 一声不响地离开会客室 我神清气爽地走出监狱 只觉得天空是那么的烂 直觉告诉我 将有好事要发生 果然 没几天就传来老韩自杀的消息 至此 我算是和前世彻底做了两劫 迎接我的 将是全新的美好生活 岁月如梭 多年后 我和林思雨有了可爱的女儿 这天 我们带孩子去游乐场玩耍 遇到一个衣衫蓝绿的老太太 她身形勾楼 怀里抱着一个破旧的娃娃 女儿心地善良 买了一瓶矿泉水给她送去 奶奶 给你喝水 老太太仿佛看不到一般 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 我怀的是李哲的孩子 不是韩松的 我怀的是李哲的孩子 女儿奇怪地问我 爸爸 这个人怎么了 我赶紧把女儿抱起来 可能精神出问题了吧 宝贝离她远一点 安全第一全文完